直強設定古蹟自由之家擴大古蹟保存範圍審查案 自由之家新本埔於92年1月21號公報指定為設定古蹟 古蹟本體地址為中正區愛國C路16號 定著的土地範圍為中正區南海段為小段7至3、7至4、7至13、7至18、7至19一號土地 土地及建物授權人為台灣銀行 本局是依據99年10月5號本市文資委員會第32次會議 跟99年12月22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 就是現在文化部的文化資產局 召開研商為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國定古蹟研加段古蹟 既試定古蹟自由之家及大統之家韓網球場等 古蹟保存區畫設事宜的會議結論 建議本局將台營所有的中正區南海段為小段7至12、7至14地號 涼筆土地納入古蹟的土地範圍 那本局在100年1月21號邀請委員及相關單位辦理文資審查憲 那為了解該兩筆土地上的自由之家前車兩棟宿舍的歷史研割 那文化部文資局委託許柏雲建築師事務所辦理國定古蹟 延加幹庫居 即施定古蹟大統之家與自由之家整體調查研究及修復戰略計畫 亦針對自由之家前車兩棟的宿舍進行了檢疫的調查 那本局蓄意該報告於102年6月5號邀及委員及相關單位辦理文資價值審查憲刊 那在102年的8月15號提送文資會的第五十一次會議 103年的5月9號邀及委員台營及委譚戶召開範圍確認會攤 103年的7月30號12月3號邀請台營及委譚戶參加文資會第六十六四次的會議 那舉意是新增南海段五小段七十四三七十四四地號等兩棟土地 納入古蹟定住土地範圍 新增附屬建物為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二十項三 那麼十六號並於104年1月27號公告片根本市市地古蹟自由之家古蹟定住土地範圍 新增附屬建築物及指定名流 兵勝文文化庫被查 那本案因吸引擴大自由之家古蹟指定範圍 雖以進行現場勘查召開審議會議做成處分之決定及辦理公告 那可是肉列依據當時台北市市令古蹟指定及被指及審查辦法 這個辦法液於106年的3月30號已經被指的規定 召開指定公平會這個程序 所以此一程序瑕疵難以事後不正 所以本局在106年的6月3號撤銷104年1月27日公告的行政主份 並至106年6月9日起生效 那為了避免具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物遭受破壞 所以在106年的6月9號衝突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邀集本市的文資委員 李前郎老師 詹天拳 黃稀忠 黃慧君跟李富國老師等人 以及皇帝處的全人的台銀 維章住戶居民跟本府相關單位召開了中正區南海戰文小段 七至十二 七至十四第一號土地及愛國西路二十項三農二十六號建委 納入施定母基之有最佳範圍專案小組的現開 那結論為以下 一 本案專案小組委員皆認為南海戰文小段七至十二 七至十四第一號土地及愛國西路二十項三農二十二號二十六號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 有關專案小組委員會堪議建議文資法相關規定須送本委會供順利參考 因本案提送本委委會審議時請邀請現有為江戶出席表達意見 那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在要如下 據古地圖及照片時代可以缺定個十六號文日之中期及存在的建物 推測可能為當時服務人員所用的防設 中正區南海戰文小段七至十二 七至十四第一號土地與愛國西路二十項三農二十六號建築 位於原臺灣銀行投取宿社區內 那為日治時期興建的相關建築應一起保存 納入古蹟的保存範圍 第三點是二十六號建築木構造部分經現場會開 保存狀況良好其原大門念東朝向自由之家 有基地的相關對於關係可以看出其原為投取宅的附屬建築 那同一七至十二七至十四地後 納入市令古蹟自由之家的範圍 那本局未確認前開建議納入古蹟範圍內的建物門牌 談請本府民政局林地政局協助提供該移土地上建物門牌號碼 住戶登記姓名等相關資料 那本市中美區護政事務所依據民政局轉交的辦理 與106年6月19號韓復本局涉及的人口名冊 那該資料顯示愛國西入二十項三弄十九號二十號二十二號無人設計 那本局意令韓請本市建築官立處協助提供進入測量層果圖 為該處韓復經查五層果圖 再比對國定古蹟原價貨物居及屍體古蹟大同之家與自由之家整體調查 研究及修復再用計畫檢疫調查報告 確認本案新增附屬建築物門牌為愛國西入二十項三弄十九號 那本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如復健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擴大的那個第一號 一個是七至十二號一個是七至十四號 那七至十四號現在上面還有建築物 那他們的都是計畫都是在住宅區 那這邊是自由之家的範圍 這個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市令古蹟自由之家 跟市令古蹟大同之家 那這個是鹽家貫戶居的部分 那目前自由之家跟大同之家都已經收復完工 那現在正在進行鹽家貫戶居的收復 那這個是許柏源建築師事務所當初撤會出來的 愛國西入三二十項二十六號的那個建築的平面圖 那文化資產評估報告就請委員參看 那未來管理維護財務的規劃 一分次法第八條規定 應有所有人管理單位 編列於宣辦理保存社會及管理維護 那登陸範圍的影響評估 南海段文小段七至十二七至十四地號 納入自由之家有助於園區的整體再利用 那這個是歷史資料的一些圖資 這邊就是自由之家的範圍 那這個是剛剛前側的二十六號的建築物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它當初是一個投取的屋主建築 然後後來就開闢了前面的愛國西入這條道路 那後面的歷史圖字就請委員參看 這個是剛三弄二十六號的部分 自由之家的部分在這邊 旁邊有出現一些我江湖的建築物 那這個是歷史圖字去套匯那個地籍的部分 那就請委員參看 會看照片就請委員參看 這個是愛國西入 那旁邊這邊是自由之家 那這個進去的部分就是我們這一次 擴大了一個標的路 愛國西入二十項三弄的部分 這個因為它是有一些證件物 所以它的房子的巷道已經非常的擁擠 那這個就是三弄二十六號的部分 就是內部的形狀圖 那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它大陸這邊應該是一個入口的地方 那後來應該是有一些證修 這邊其實是要表達是這邊從後面看過去 就是自由之家的部分了 所以它跟自由之家的相對關係大概是 這個樣子 那禮拜的部分 建物為台北市中正區 愛國西入二十項三弄二十六號 那賓歌的理由跟法令依據 那賓歌的理由是 自由自家歷史價值反映 自由中國反共抗俄時期的時代意義 那建築風格集合各時期的特色 也是五十年代 特難時期少數流傳至青的建築之一 愛國西入二十項三弄二十六號 建物為日據時期 台灣銀行投取 書設西北側附屬建築 為保存自由之家 古積政種土地所屬建物的完整性 也彰顯臺灣銀行投取書籍的歷史特色 法令依據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全法第17條 補給指定及被子審查辦法第5條 本案提及本委員會審議並立於審議裡 決議辦理後續公告事項以上 謝謝 請問其他在外面看 你們的財猶部有要求嗎 有 那今天那個臺營沒有出席 但是他有書面一件 可可讓同人先面向 謝謝 臺營的書面一件是 本次及查適定谷籍自由自家擴大谷籍保存範圍審查案 七位補證谷籍公告作業相關程序 本行尊重文資委員專頁一件 以上 好 謝謝 其他在外面的財猶部 在外面的財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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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要補充 自得自家的 自得自家的可以補充嗎 沒有 好 因為 我們在106年 6月9號收到了那個文化局的那個 把我們列入佔定谷籍的行政組繁 但是 我們是在那邊做了六七十年 而且有 合法的建物 還有使用權 還有地上權 但是他們在台灣以後申請 古蹟的這個 修復在利用的這個 申請裡面 並沒有徵得我們的同意 然後他 在100年 現場勘驗的時候 在自得自家現場勘驗的時候 他還意圖說我們的房子是屬於 他台灣以後的救贖者 那經過了 三年的協調會 還有習士軍議員的協調會 的證明 他們也證明了說 我們有防止合法的使用權 所有權 還有地上權 那 最後 我們在106年 6月9號 還是收到了文化局 寄給我們的 暫定股基 試騰股基的行政處分 那原則上 我們是保留對銀行的 業銀行是意圖用 說我們的房子是他的 宿舍詐欺的手法 使我們受到了 財產權的處分 那我們保留 先預設保留法律追訴權 還有希望 我們這一次的出來 陳述我們 因為他都沒有 他們有給我們告知 從頭到尾都沒有 然後他們想說 利用文資審議委員的 古今執定權 那 最後審議會都沒有 請我們參加 最後的判決是說 我們是那個 那我是希望說 我今天是表達我 我們祝福的一些那個 那我們手上都有一些副本 一些那個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今天不是針對討養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也很同意 做自家那個地方 來開放成 人家更 入區 真的是很不錯的一個 但是 正常的行政程序的處理方式 他們已經違反了第一條 公正公開 第一條 提供不當的資料 致使審議委員 行政機關 做出行政組分 還有第119條 有明顯的重大疏失 瑕疵應該要取消原組分 還有行政法第39條 應該 在跟人擁有財產權的一些 文字審議的時候 應該要公開 還有文字法第24條 他們沒有依照一般的程序在做 那以上還有很多條 我就大概就舉帳就好了 那我就希望說 今天我有看到說 我們開會的通知單 有副市長也在 我覺得說 真的是很棒 因為我們開會 從來都沒有下文 開完以後 臺灣行還是不了了之 那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投訴 謝謝各位 謝謝 還有其他要問 沒有的話 我們再用可能的程序的部分 來 程序的部分 待會兒可以送出來了 待會兒可以 好 主席各位 不好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要趕高鐵去嘉義 我先發表一下就是我的意見 因為我們那一年會刊過以後 其實發現雖然有加了非常多的加件的部分 可是其實中間的部分都還可以看得出 原來日據時期的樣貌 所以應該從地理相關位置可以判斷 它應該原來的那個附屬建築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因為它旁邊只有這架大棟支架 其實已經修得差不多了 所以本來想要請教一下臺營 就是對於未來的就是紅花在利用的想法 不過今天臺營有出現 不過是不是未來他們有可能 可以來這邊做一個報告 好 這個臺營未來需要我們來報告一下 但是就是有在報告之後 在他們去面前 把他們消息一下 再來 其他會員可以做 我們要把剛才的陳議員 這些人在服務 對這個指定的相關的情緒 讓我們也要做的 謝謝 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其實大概有17條的規定裡面 只要天照入所有人就可以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古蹟 主管機關因法定的程序就是必須受理 第二十條他佔定古蹟的講 進入17到19條的話 就叫佔定古蹟 進入以前 當會通知相關的人 包括贊助戶 贊助戶其實 可以包括今天都可以表達聲音 那他剛剛講的二次表 是在古蹟修復過程中的公庭會 不是在指定過程中的公庭會 所以他在程序上的原則是沒有問題的 依照文字法來規定 那到時候委員可以考量一下就是 第一個就是這邊給的理由 讓委員被執行陳考 他是不是整體古蹟的一部分必須 那如果跟考量起來是 他也算是有古蹟的價值的話 他基本上就可以做成決議 好 謝謝 教授請教貨物委員 有沒有什麼施交的地方 類似的案子有施交的地方 不曉得有哪一個在座 對於未來這個地方的活化 然後加入這個古蹟以後 他會帶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今天有沒有想過 所以真的 包括幾個單位 我覺得台灣銀行 有一點不好意思 那個不負責任 南菜園都有來報告那個修復再利用 那包括文字局實在不好意思 最近打他們打太多 文字局是現在這個工程的修復單位 那也不能不管說以後再利用 那台北市政府也實在不好意思 每一個案子這樣審你們 但是今天其實應該文字局要表示一件 整體修復完到底要做什麼 包括這個區域 那這個部分都應該確實表達 那剛剛黃委員黃世堅老師的意思也是這個 好 那這兩個部分 不管是文字局 或者是這次最多的 我們今天都可以認識 去依照他買 其他委員有沒有指教你 等一下 其他委員有沒有指教你 那這邊是 我所要想的 剛剛大家所提出來的 對於再利用計畫 大概我們已經經過了文字局 所以這篇給我們的 我們已經投過去在利用計畫大概已經五三年了 在還沒有修復好之前 我們就已經把在利用計畫送過去了 而且我們也申請了 我們是優先的經營者 所以我們是跟他共同經營在利用的合夥 所以我們能夠跟各位說 這兩塊地再加入對整個岩峽岸信念園區 有什麼差別 因為這是在這個景點 這個景點我們才能夠完整地呈現一個區塊的完整性 這是我們必須要的 我們在上面不會有任何建築物在出現 我們會員的是警官或者我們的門檻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檢查的時候要站在整個區塊裡 我剛剛手上有一份很完整的一個區塊圖 那這個區塊圖呢 可以看到這兩塊白的 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討論的這兩個地塊 那這兩個地塊一定要表示 如果我沒有這兩個地塊 我這個地塊就不完整 這是當初應該算是行政書師吧 他在本來他就已經早早就列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又沒有列進去 那這個過程我是不曉得出 可是我希望說當然贊助庫的這些權利啊什麼 我想他應該跟他也好好的去理清 也保存他的權利 這個我不反對 我也覺得人是有一個居住的情緒 這是我贊成的 可是我是覺得站在園區的立場來講 我希望他必須來守完整 因為日劇時代我也把那些圖面也給了你們 就是日劇時代它是很完整的 剛剛好像那個承辦的人員也有表現的 日劇時代的空照圖 那麼那個空照圖裡頭也可以看到 這兩塊是都在裡面的 那這個之後為什麼會沒有這兩塊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也不清楚 不過到最後大家發現了以後 希望說凝固這個缺陷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委員能夠成全其本 把他完成的呈現出來 整個歷史公關 謝謝 好 謝謝 委員還沒有什麼資料帶請 我覺得這三個基地 不管是這一個之家 還有前面的本基棟 其實在臺灣的發展立場裡面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這裡面大概有兩個項度 一個是說 剛剛講的佔用部的為民 我覺得這一個違建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臺灣跟他的關係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說 我們要要求臺民 未來的佔用方式是什麼 那如果以年前總統的這樣的一個 他的地位等等對國家的貢獻 這個資產應該是屬於國家的 所以臺銀對於他未來的基金會也好 他的使用的方式 我覺得應該在我們會議上 需要有個完整的報告 那這樣的話對於剛剛所提到的 完整的空間的形式等等 我覺得要有個全貌 所以當今天沒有那些計畫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臺灣必須要盡快的負責任 把這樣的事情做出來 那我想後代或者是說基金會 或者是現在違建 違建部的處理 其實都還看不出到底那個完整的形式是什麼 以上建議 謝謝嘉維 我們這個範圍是從自由之家 到同之家也家幹部居 就是這個原則上就是 就是這個範圍就是除了像立法院會館 這些自由土地及那個區外的這整個部分 都是現在文化庫在申請的那個 也大概固域的那個都市計畫案的範圍 那這個範圍它是把現在 因為它的都市計畫分區其實是住宅區 那本來在中間有兩條三條的系規計畫的道路 會影響到未來園區的一個整體包存 所以現在是整個都把它從住宅區 到用地變更圍包出去 那整個都市計畫案的 是在明天上的內政部部委員會去做討論 那後續會由文化庫就整個園區的這個規劃 跟保存的部分去做圍劃這樣子 對 以上是都市計畫的部分 這張圖是錯誤的東西 原來注意要修正一下 這個自由土地 這個是自由自家 大部分是它在這裡 好 那這裡是網球場 對 好 這邊除來修正 主屋是 對 修好市場 因為網球場是屬於大洞之家的 所以它寫著大洞之家 但是前面才是大洞之家的建築物 還有我可以不可以再提一進市 因為我這張圖就很明確的 這裡還有兩個小塊沒有放進去 這裡 這個 這個 對 這 這兩塊 因為那個非常狹窄 大概不到我們一瓶點 對 對 可以 對 這球 對 那我們這一次既然在討論的 是不是一定做一種討論 有兩塊很小的 大概七支五跟七支十三 那這個可以算是 四病股基也可以算國定股基 因為它實際上是大同資加一部分 在廣告上互居的部分 但是不怕不到 這是誰的主意 我們要報告區域治理 這個部分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原本的意見 我們跟我們今天我們自己沒有出席 那這個部分只能留待我們跟我自己 但是我一個比較精準的確認 再把它列入 我們有大家想要補充 所以我們來參與之前學習的報告 其實你會來報告 這個要做的意見 哪邊 哪要是哪 其實那邊有多化學生的一個建築 我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它有一個都市計畫很要 它其實在 它其實保足區的範圍 一開始文化不在地的時候 這個十二跟十四地號都已經在頭了 就是除了已經建築完成它那個私人的土地之外 其他的這個部分 就是基本上它這個界線 全部都在裡面了 所以這兩個 今天希望這個列的這個地方 本來就在聘更為保足區的範圍 也全部都是啊 好 這個 好 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剛剛那個 您旁邊那個先生講得很對 那個地方是應該是紅獨網球場 那是台灣第一座紅獨網 所以它是列入古籍 是沒有錯 但是不是大附在那邊 那我現在是講說我們七子十四那個地方 七子十四那個地方 以前或是麒麟地 那現在被整個市場報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那現在最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民法規定是 防止跟土地的所有權是獨立分開的 所以我現在就說 不是說好像說他們把我們納入進去以後 然後用公權力 就算說納入進去 可能我們就像 就像別家幹故事一樣 我們或許也有我們防止的使用權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們就希望有這種 希望說很完整 就像說可以呈現所有的地方真的是很漂亮 又在捷運旁邊 那我是真的是希望說 大家依照正常的法定程序 而不需要用這種詐欺的手法 或者說用公權力這樣子 我是覺得不太好 因為民法的也有規定 就算你們土地或我納入到裡面的話 房子我還是可以住 那這樣的話大家又沒完沒了一樣 這是我的小小的一個意見 好 我們的委員針對這個案子 都沒有好好想想 就是說 在整個文師的認定的程序 也是我們這個 也是我們會成的 專業的大學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面 就是我還是針對今天這個案子 帶我來做一個決定 但是關於這個臺營跟這個地上這個物的這些相關的 權利利益 應該是另外一個做建築 那這個詮釋到就是說 地上這個建築物跟這個臺營 讓我們這個文資審查文會 能夠去做這樣的一個完全訂正的協助 可是在整個文資的這個認定的程序 如果我們地上的權利利益 認為說要移清 要被自己的權益 和做一個幫助 我想就是說 無法取決 也是自己的雙方 所以說在程序上面 你能用說想要移清 或認為說 有被自己的不利益 程序上都可以來問 但是不在今天這個辦公室之內 那我們是不是就針對今天這個案子 多遠沒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顧通過 好不好 謝謝 我們下一次的這個裡面 應該要要求這個文資區 跟這個開明來做過去的 不相關的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其他還有沒有 沒有啦 我們今天就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